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剛才已經講到指數的定義對不對 先看一下指數的一些相關的計算 好 第一個你這邊要看一下 a 的 m 次方 乘以 a 的 n 次方 等於 a 的 m 加 n 也就是說如果相乘的話代表上面怎樣 上面是相加喔 上面是相加的狀況 ok 好 那這個我也要告訴你為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2 的 3 次方乘以 2 的 5 次方等於多少 2 的 8 次方 應該是 8 次方 好 那原因呢 為什麼 對 因為 2 的 3 次方指的是 2 次 2 次 2 那 2 的 5 次方呢指的是 2 次 2 次 2 次 2 所以總共幾個 對 乘的話我們這邊 國中的話可以代表用一個豆點 一個句點 一個點 所以代表乘的意思 所以呢總共幾個點 總共幾個 2 8個 所以等於 2 的 8 次方 所以我們得到說 喔原來相乘代表相加 好 那你要舉一反三喔 相除代表什麼意思 就相減 所以一樣一詞在推 2 的 5 次方 除以 2 的 2 次方等於多少 它等於 2 的 3 次方 OK 這樣可以啦 好 那這個你要記下來喔 如果括號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相乘的意思 所以 2 的 3 次方 再 5 次方等於幾次方 等於 2 的 15 次方 這個會嗎 會啦 那原因我們影片裡面也有去介紹 就是 其實 2 的 3 次方 再 5 次方 相當於 2 的 3 次方 乘以 2 的 3 次方 因為指的是 這裡面乘五遍嘛 那就應該是 2 的 3 次方 乘以 2 的 3 次方 乘以 2 的 3 次方 乘以 2 的 3 次方 對 呃 它其實相當於 3 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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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要記住喔 A 的 0 次方是 1 把它記下來 記住啦 然後另外一個人要記的是這個 來 2 的 4 次方 是多少 2 分之 1 2 的 4 次方 記一下 它等於 2 的 1 次方 分之 1 就是 2 分之 1 會嗎 那也就是說指數裡面 如果是負的 那麼誰死 導數的意思 沒有錯 那什麼導數 知道嗎 導數 導數的意思指的是 來記一下 在旁邊寫上去 導數指的是上下顛倒 把它寫上去好不好 導數指的是上下顛倒 譬如說 7 分之 3 7 分之 3 導數是誰 就是 3 分之 7 會嗎 那 6 呢 6 的導數怎麼寫 6 7 是怎麼寫 6 就是 1 分之 6 然後導數就變成 1 分之 1 這樣會啦 所以你要記下來喔 當我寫給你說 它是負的石頭指的是導數的意思 所以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10 的負二次方等的話 10 的負二次方 10 的負二次方 10 的負二次方就等於 10 的二次方分之 1 對 就是 1 分之 1 對 就是 1 分之 1 這樣會啦 OK 可以嗎 好 接下來這就很重要喔 第一個 我們重新複習一遍喔 相乘代表上面的次方相加 相除呢 就是相減 然後有括號的話呢 代表什麼 相乘 OK 前三個很重要 再來 A 的零次方呢 是 1 對 所以看一下喔 2 的零次方呢 就是 1 5 的零次方呢 還是 1 注意看這邊 難得來喔 好 負二過號零次方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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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樣是 1 可是你看這邊 看這裡 如果 Y 是 負二零次方 但是我沒有過號呢 負一 答案是負一 答案是負一 為什麼 用剛才零參同邏輯 我們講的零次方指的是 針對 2 而已 不包含負號 所以答案是負一喔 喔 小心一點 OK 會啦喔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也要補充的 你把他寫在旁邊 寫一下好不好 不是 A 的 M 次方 乘以 B 的 M 次方 等於 A B 的 M 次方 譬如說 2 的 3 次方 乘以 3 的 3 次方 答案多少 對 6 的 3 次方 對 6 的 3 次方 注意喔 下面相乘 但是上面還是維持 1 的 3 為什麼 因為 原因是這樣子的 看一下 因為 2 的 3 次方 指的是 2 乘以 2 乘以 2 然後 3 的 3 次方 其實是 3 乘以 3 乘以 3 2 乘以 3 然後 1 個 2 跟 3 組合在一起 就變成 6 1 個 2 跟 3 組合在一起 就變成 6 6 所以答案等於 6 的 3 次方 所以拜託你一下喔 你要注意聽喔 拜託你喔 你不要到時候你乘的時候 變成下面相乘 然後上面你也相加 沒有 我從來沒有這樣教你喔 再講一遍 如果上面四方一樣的話 下面直接相乘就好了 會嗎 可以啦喔 好 OK 這個你看一下 好看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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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喔